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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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专门市长已经在条件的书款 所以委屈可以来依照公信 所以今天特别委呈委呈的书来提示告诉 黄锡庸指出对手阵营待接部队的行为 不但影响初选的公平性 甚至有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之嫌 请司法单位明察以遭公信 我们公职人员选罢法第九十八条 第一行第一款 如果他有这个博力 还是这个威胁 还是其他方面没有正当的方法 来压害选罢法 这都要有一个行事责任 所以说在一月二三 那天的民调 《林文新博》 他带到一匹人 一米人出来去管接电位 那陈苹 他就加�女士 黃錫翁也強調 為了貫徹選舉的公平性 他決定挺身而出 奮戰到底 找回民主勝地的真理和爭議 依然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 針對黃錫翁的提告 議長陳文昌發表聲明表示說 本案是在屋主同意的情況下 完全沒有強暴脅迫的行為 所以對黃錫翁的提告 他只能一笑自資 我代表我的團隊 就是我的太太和陳千 就是一笑自資 完全沒有 大家都知道 警方也十千塊 完全沒有強暴脅迫的 這個行為嘛 所以我對他的提告 一笑自資 他對法律好 對董鬼好 就沒有你純重 沒有你要緊 就等於亂想了 我們還要說什麼 我們都尊重了 他給我鼓 我也有可能我鼓都回來 對嗎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我今天要出席 要讓我們園行長 做人要有金本 他的團隊 他公所的事件 他就給他派去開公共車 他的文選 要拒絕 要拒絕的文選 都欠公所的這件 你拒絕的文選 替他在走 替他高郵票 我們說特別的 是有拚這樣嗎 我們別說什麼嗎 對嗎 中心比心啦 選舉是跟他比賽啦 漂亮人比賽 漂亮人打拼啦 不然用馬歐的 馬歐的手段 來在馬歐白人的團隊啦 大家都很打拼 有著選舉大家都很打拼 不要用馬歐的心態 來馬歐白人的團隊 另外要來看的是 在交易部的補助之下 宜蘭市立土書館 設置了數位閱讀質詢站 並在今天正式掛牌啟用 民眾可以透過資訊站 就可以連結到各個圖書館 並且借閱電子書籍 享受獲取知識 臨時差的便利 為了敏平數位落差 增加市民獲取知信的能力 宜蘭市立土書館 在交易部補助之下 成立數位閱讀資訊站 並且在今天正式啟用 現在是人手一擊的一個世代 自己也可以在家裡 就來借閱自己想要閱讀的書籍 而且這些書籍都可以跟我們的 國家圖書館來做一個連線 也可以來到我們宜蘭市立圖書館這邊 我們提供桌面型的電腦或者是平板 都可以來做一個電子書的一個閱讀 隨著一個數位學習的一個趨勢 我們希望能夠讓民眾更方便的一個 來閱讀自己這個喜歡的書籍 來學習自己的一個知識 或者查詢相關的一個公共領域的一個課程 市長江中淵表示 數位閱讀資訊站運用區域合作概念 將小資源集結成大智慧 加上圖書館所開辦的資訊課程 讓市民隨時都可以利用手機 電腦等載具 借閱電子書享受獲取知識臨時差的便利 最重要的是它在生活中可以融入各項的一個領域 它隨時有時間就可以來閱讀 下載之後如果一段時間你沒有還書的話 時間到它也會自動歸還給圖書館 所以現在已經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學習環境 這些環境我們除了軟液體的增加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民眾大家可以很快的上手 所以才推出相關類似的課程 希望這些課程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在平常的生活中 只要有時間他就可以來閱讀 身邊有手機有平板有電腦 他都可以隨時閱讀 竹竹館也從今天起到2月4日早上10點到11點 開辦一小時的課程 每場只有15個名額 歡迎鄉親踴躍報名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又到了睡末寒冬之際 各公所都啟動了寒冬送暖的活動 首先要來看的是投城鎮公所為了照顧弱勢族群 從今天開始也啟動了這項活動 運用各界捐贈的散款物資 來發送給鎮內的低收入戶獨居長者 還有臥床的長者 讓他們溫馨過個好年 投城鎮長曹乾順將為問金送到長者手上 也關心老人家狀況 投城鎮公所匯集愛心善款駐弱勢過好年開始啟動 將各界捐獻的93萬多元善款 以及300多公斤白米整合之後 分配發送給轄內低收入戶 莫病在床獨居長者機構安養對象 我們這房子所有自動健康進來的金額 都將有77萬1千3百元 加上紅線黃基金會 防護線黃基金會 他禮拜十六萬7千4百元 總共加起來都有93萬8千千 在白米的部分 我們全程都說今天有990公斤 加上農業宿給我們2800公斤 我們將於在原月30號開始到2月20日 要來進行我們專程的低收或中低收 跟獨居老人還有臥病在床 也有我們安養機構 也有我們提供給我們 長青食堂的這個白米丁丁的這個尾文和專程 第一站探望的是80多歲的陳老先生 他中風癱瘓患臥病在床已經5年多 平時由妻子子女輪流照料 喜歡熱鬧的老伯伯 看到鎮長到來又有紅包可拿 難掩興奮心情 聽說說我送你一個老伯給你維吻 你很開心嗎 有啊 有啊 謝謝喔 對啊 給他謝謝 我兼職也都很關心 對啊 所以我們年末 他特別會記得你了 整天都帶來給你看 對啊 投誠鎮春節慰問行動已經連續多年 社會的奉獻讓投誠更加溫暖 而今年的上款鎮若會 在2月10號前全部發完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撼錯不到 接著要來看的是五階鄉公所 也為了關懷鄉內的貧困家庭 鄉長還有主席等人 前往拜訪餘姓家庭 來贈送物資表達關懷之意 並且表示說 從明天開始將辦理 東令救濟物資發放 讓弱勢家庭能夠過好年 鄉長簡松宿主席沈信雄 鄉民代表陳寗皇以及村長等人 前來低收入戶的余家慰問 62歲的余先生原本是鐵工 47歲取外籍配偶生下一名女兒 妻子在婚後三年 因不適應台灣的生活而離異 獨自撫養女兒 不料52歲的余先生 因為工作造成脊髓損傷 成為重度身心障礙者 經濟狀況更加陷入困境 在八九年前 他在一場工廠的儀娃 來相對我們的頸椎神經 來做成他現在全身行動的無方便 家庭也含有困境 雖然現在他有進入給政府 威風沒有補助 但是對家庭來說 也是有很大的困難 在這裡工作跟代表會 來關懷 社會福利工作這邊有變的醫生 代表會這邊也都專門來支持 剛才說過希望藉由拋磚引玉 因為說報名 可能有些年齡比較不夠的 向余先生這樣的貧困家庭 更需要大家的關心 因此武傑鄉公所在 稅末寒冬之際募集了物資 將在明天辦理冬令救濟物資發放活動 由各村辦公處來發放物資 給武傑鄉內的弱勢民眾 發放的對象包括了中低收入戶 以及獨居長者共391戶 求助我們公所對他們的關心 也救出這個活動要來拋磚引玉 讓我們社會國界 可以對我們的育生家庭來伸出援手 公所希望透過社會各界的愛心捐助 幫助武傑鄉內弱勢家庭 感受到社會的關懷 也讓他們度過溫馨的新年 宜蘭新聞記錶14名採訪報導 緊接著要來看的是三星鄉公所 今天在公所的展演廳辦理了 寒冬圍爐愛在三星的活動 西開二十五桌 邀請鄉內的中低收入戶的老人 以及獨居長者圍爐用餐 享受熱鬧團圓的年節氣氛 三星鄉公所謂獨居長者以及弱勢老人 舉辦圍爐餐會西開二十五桌 鄉長黃錫庸自彈自唱演唱懷舊的老歌 在悠揚的音樂聲當中與長輩同歡 鄉長鄉民代表會主席村長以及公所 主管跟來賓們也親自端菜上桌 共有食道豐盛的佳餚 讓若是家庭及獨居長者提前圍爐 也感受到公所的關懷與社會的溫情 今天我們錫開二十五桌 辦了很好吃的料理 我看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所以特別的日子 我們公所來安排這種風險 給我們公所所有的工人來致 但不然一個友好好心 說個東西 讓我們大家感受到公共黨委 和政府的關懷 和我們提供大家熱心 民進黨的機會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共同來維路 也要來祝福我們這些時間 每天都可以快樂 每天都可以身體健康 每一年我們繼續同樣在這裡來辦維路 一走進來聽到我們鄉長自談自唱 唱一首收拾好讓人家感動 讓人家感動 我是代表我們社會的社會 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公所以及代表會 要讓你溫暖 要讓你過一個好美感 另外公所也已經將社會善心人士 以及民間團體所捐贈的物資 轉送給鄉內低收入戶 以及弱勢家庭 希望為弱勢鄉民 紓解家庭的困境 感受社會滿滿的愛心與關懷 一旦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另外为了感念国军官兵 每逢民众有需求时 尤其是在天灾发生时 总是无怨无悔的挺身而出 重建家园 展现君爱民的精神 因此说正各界 特别到吴老坑营区 还有中正基地 来制政家财经 慰问官兵的辛劳 新年快乐 在政长陈经理的率领下 绕军团前往各营区进行慰问 同时颁证年节加菜金 因为过年期间 国军官兵检守岗位 无法返家过年非常辛苦 甚至有的官兵本身就是苏澳人 能在家乡服务更是有荣誉感 本来就在地人 苏澳人 在这边服务的感觉是吗 还不错 就是在这里生长 然后在这里服务 就回馈在这里这样 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已经快十年了 那今天公所来这边感觉又 还蛮温馨的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在春节期间 你们必须要坚守岗位 在工作岗位上 你必须要牺牲这样的假期 所以特别代表苏澳臣各界 对于我们国军弟兄 我们献上最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想为了因应 极端性的一个气候 短时间 俱将你的威胁 加上我们复合式的灾害越来越大 每当西江群 发布了海上情报的时候 为了做好整个灾害防救的长辈工作 我们很快就看到我们国军弟兄 在第一时间 我们军方就派钱的 AV管 突击车呢 以及州法等等的 来庆祝我们苏澳臣公所 对各界的关心问候 军方表示 无论何时何地 一定与人民同意阵线 义务来服务 国军官兵 你们辛苦了 新年快乐 战 希望我们各级的干部 能够转达 这个政党对我们的关怀之计 那么我们也相信 在日后的各项工作上 不管是栽防任务 或是其他地方上 需要我们来支持的地方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各位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 所有绕军团也前往中正海军基地 向更多官兵表达关怀与质疑 宜然新闻记者张力霖 采访报导 家福中心为让弱势家庭 在寒冬刺激 也能够提前感受到围鲁的气氛 在餐厅的协助之下 举办了聚餐的活动 其中有部分的孩子 都是第一次来到外面用餐 心情显得非常开心 而有的妈妈更是忙碌 根本没有办法陪孩子吃饭 所以在中心 还有业者用心的安排之下 一起度过温馨的天冷之乐 从来没有在外面吃火锅的小朋友 从几天前就满心期待这次的聚餐 还一直问阿嬷何时能来吃火锅 尤其等到真正享用时 脸上满是喜悦 开心 谢谢阿嬷 老师 高兴啊 他就前几天就一直问一直问 阿嬷什么时候啊 还有几天什么时候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还有几天啊 因为淡亲妈妈为了工作 很少陪孩子用餐 如今有这样的机会 母女既是开心又是感恩 都没有时间跟你吃饭了 好 那今天一起跟妈妈吃饭 感觉怎么样 开心很开心 那有什么妈妈要跟妈妈说的 呃 祝妈妈 呃 青春来的 祝妈妈永远快乐好不好 好 祝你也永远快乐好不好 好啊 今天来这边吃火锅感觉 呃 感觉很开心 没有说要谢谢谁 呃 谢谢家府中心 谢谢你的老板 家府中心表示 非常感谢火锅店业者 荡方招待弱势家庭 享用各种顶级肉类跟海鲜火锅 尤其寒冷的天气中 更是温暖大家的身心 而老板表示 企业本来就有应尽的社会责任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尤其小朋友更需要外界的关怀 所以才会发起这项爱心活动 我真的非常值得 真的非常值得 因为照顾小孩是大家的责任 我觉得有些像比较弱势的团体 他真的是需要照顾 可以在这边可以呼吁大家一起 对做公益 然后帮助这些小朋友 然后快速成长 他以后也是我们国家的栋梁 因为我们是做企业在社会 做服务 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个社会服务 我想很感谢教育中心 让我们穿过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 准备好的佳肴 我们的菜也好 糖尿也好 可以说是整个 很用心在经营的企业 能够可以回馈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教育中心的小孩子 跟弱势的家庭 能够有高兴的过年 这种天气来吃火锅是最棒的 而且火锅就是圆圆的 有点像团圆的感觉 那老板也非常的热情 说都可以全家一起来 不需要说只有一个两个来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全家一起来 就有点像小围鲁的感觉 家福也表示 期盼更多企业团体 也能发挥爱心 响应公益 关怀更多弱势家庭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玲 采访报道 而这次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还把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今天清晨降下了兵线 提醒民众前往太平山旅游的时候 应该注意保暖还有行车的安全 也务必遵守雪季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强烈大陆冷气团明天会稍稍的减弱 北部还有东北部气温一样是偏低 但是明天晚上开始 又有另外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各地气温都会再度下降 民众一定要多加留意 明天地兰地趋势应有雨的天气情况 降雨几率是40% 气温是13度到18度之间 接着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顺心 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蓝夏如 我一叫他就停下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